这脚盖好像是8岁了头 回这脚咋修它也不行 又厚又小 害徒底 哎 我一般修这个指甲为什么都不泡呢 它里面血管特别粗 你要泡完之后热当人说 你修薄点必然见血孔 它不泡的话修都能修到最薄的程度 而且正常来说它不见血孔 就是修的时候稍微有点费劲 泡完之后好修软和 但是你修的不薄 你泡完之后修的这种程度必然 就这种程度的必然都冒血孔 跟针眼似的 都不用说修的比这个还薄了 我看这种修还凭着那个磨墙 那个磨墙 那个磨墙的磨墙 那个磨墙的磨墙 磨墙 磨墙 我看他就跟机箱 高那样 说变啥鱼 他怎么拿脚墨机给你磨呢 他那麽就类似脚墨机 我告诉你 咱们不是说啥的哥 你只要看他说修脚拿脚墨机上来的 拿磨上来的 咱们就不要修了 不知道啊 刚开始 等下点 我干 反正我干这行这么多年十多年了吧 我从来没有说哪个修脚是拿 拿电磨去磨的 有一个新开业 你就全国来说 你就从从古资金也没有说修脚拿 拿电磨磨的 那是啥呀 整的就像那个那 就像看牙齿 这我能老打鱼的 打啥的 这也是 大会这家大概是我以为是修 后来再打 卧槽整个上呢 他磨时间长了还发热 嗯 这家才难受 看这一块啊 特别大 这玩意已经是完全扭曲了修脚的含义了 反正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反正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过 你得不得接不说 那也不是正微修脚的地方 不得接不说 我要是磨的话 我比他还狠 我直接拿个角膜机上来 更快 夸夸的 这一层膜 全都空我 这不得接不说 我能尽力 和那些调刺 不得接不过 很好 或是 一层膜在那里 一层膜现在 只没放得扭力 这上膜 这边 必須修辦,真的 要不選擇了 要不選擇